昨天我們說到,在通天峰的廣場上,大竹峰一眾弟子正與小竹峰和龍守峰的弟子互相寒圈 張小凡也在龍守峰的弟子隊伍中找到了林京宇,兩個好朋友因為這次沒有長輩在旁邊,所以聊得更加開心,也無拘無束 但是,當張小凡無意中一眼望過去的時候,見到齊浩來到田寧怡的身邊,兩個人親親意義地傾著的時候 她的心不知為什麼總好像刀割一樣痛,而且在心底深處痛出來 林京宇見到張小凡忽然臉都白了,不知什麼回事,很關心問她是不是病了啊 張小凡倒下頭,小小聲地說,哦,沒事啊,我,我挺好 就在這個時候,廣場上空飛人間傳來一聲尖笑,聲若驚女 廣場上的幾百個青文弟子擔心一夢,只見一道紅光飛來 跟著停在廣場上空,原來是一把紅色的仙劍,上面站著一個長門通天峰的弟子 他大聲地對廣場上的郭麥弟子說,各位師兄,掌握真人和各位首座有令 請參加七麥會武大使的各位師兄,上獄請見說話 廣場幾百個青文弟子聽到騷動了一陣,於是陸續有人走出來,向廣場前面走過去 張小凡本來以為,那些修為高深的弟子,會馬上就祭起法寶,如空而去 但是看一看眾人,似乎都沒有這樣的意思,一個一個只是老老實實地向前走 張小凡就覺得很奇怪了,他忍不住問林京宇 咦,京宇啊,你為何不遇見上去呢?林京宇看著他,面上露出很驚訝的神色 你不知道嗎?我們這些弟子,在通天峰的主殿附近,是不給遇空而行的 我聽齊豪師兄說,這樣一來,他表示尊重長門,在玉清冠的聖地,要步行而上 以來呢,聽說我們青雲們,在剛剛建派的時候,青雲祖師呢,為了保護這個地方 曾經在這個通天峰,設下一個很厲害的陣法,叫做諸仙劍陣 如果任何人,擅自飛到通天峰上面,就會被諸仙劍陣誅殺的了 哦,張小凡吃了驚,不怪那麼多同門高手 居然沒有一個人遇見飛行呢? 是咯,那那個諸仙劍陣,是不是很厲害的? 我未見識過,林京宇說,不過我想一定是很厲害,很厲害 聽說,這個諸仙劍陣是由青雲祖師傳下來的 然在千年之前,青雲祖師又再加以完善,所以更加威力絕倫了 從那次之後,就再沒有聽說過有人夠膽來我們青雲山到佼佼鎮了 張小凡順著他的眼光,望向那座宏偉高大的山峰 不如都感嘆,真厲害啊! 兩個人一邊趕一邊走,跟著幾十人走過了那道彩虹橋 來到了青雲門鎮山寧秀,水旗輪住的那個碧水潭 和五年之前,張小凡和林京宇初初來到的時候不同 這頭被青雲弟子稱為寧尊的上古寧秀 這時候,沒有你在潭水裡,反而一早就趴在潭邊的空地那裡曬太陽 不過看他那副懶洋洋的樣子,和五年前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青雲弟子走到紅橋,逐一向這頭龐延大物行禮 然後,先搭上潭邊的台街,向高高在上的玉清冠主殿走過去 不過這隻水旗輪似乎睡得特別想,無論哪個行禮對他來說都沒有什麼反應 一味,打住避寒,大份特憤 不過那些避寒聲就好像行雷一樣響 張小凡和林京宇走完禮之後,繼續走上台街 張小凡就問了 京宇啊,上次你來大竹風匆匆忙忙,我都未恭喜你呢 想不到你才幾年的功夫,哇,修行就這麼高了 林京宇笑一笑,哦,這些是我的恩師蒼蟲真人 和各位師兄用心教導之故 其實最初那幾年,我每次在用功的時候 都想起草苗村那堆血淋淋的屍體 心都不知道多麼難過,所以我就狠心努力修行 希望有一天,能夠為父母和村裡的人捕回這個大手 對了,你呢,你修練得怎麼樣? 張小凡擾搖頭,我哪有你這麼聰明啊 這麼多年來在大竹風,師父和各位師兄對我都很好 但是我太蠢,所以修行的進境很慢 真的很對不起師父和大師兄啊 林京宇哼的師兄說,你哪有蠢啊 我看你啊,肯定那個矮仔師父專門難為你 不肯傳授給你真正的清雲門,修真道法而已 張小凡猜不到,兩年前那次爭執,林京宇到現在 對田畢業都還這麼耿耿於懷,於是馬上笑著說 不會的,我師父都不是這樣的人 對了,不說我了,你那件法寶,是不是還有兩年前那把斬龍劍啊? 林京宇點都點頭,心頭都有點得意的微笑說 這把神劍是龍手鋒一脈的智寶,特任師後外傳給我 它威力很大的,而且這把劍很有靈性,對我的修行很有幫助 對了,小凡啊,你有什麼法寶啊? 張小凡呆了海,下意識地伸手摸一下自己三刀裡面 那條黑骨勒滑的燒火棍,一絲冰涼的感覺 若有若無感,喘上了他的手掌 沒有,我道行都未夠,都未懂得用法寶呢 林京宇也沒有什麼在意,似乎他早就猜到會是這樣的了 安慰他說,不要緊的小凡,只要你勤家修煉,一定會成功的 反正我們更年輕,就當來見識一下 張小凡聽了這句話,他嘴角不敢動去動 看著自己這個老友,和善的面孔 聽著他本來應該是很溫和的說話 但是心裡卻只剩下一種冰冷的感覺 見識一下?為什麼個個都只以為我有資格 只來這裡見識一下呢? 想到這裡,他心裡忽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怒氣 就好像一團火燒在他內心深處 在他內心的怒意升起的時候,就好像有感應一樣 跟他手掌相連的燒火棍,突然傳出一股寒意,而且眨眼之間 寒氣大聲,由他的手掌一路蔓延上手臂,一路蔓延上肩頭 這種冰冷的寒意,和他當日在深谷之中 踏入那片古怪的空地的時候,感受到寒意差不得幾多 但是,這次寒意一起的時候,他就一點都沒有令他有噁心 想暈,又或者想吐血的感覺 反而,令他自己的身體覺得很舒服,很受勇 張小凡當場太害怕,但他轉頭向旁邊看過去 臨經院好像一點都沒有發覺那樣 張小凡的心一鬆,他的怒氣一散 跟著那股冰涼的感覺,也馬上消失 就在張小凡以為可以鬆一口氣的時候 忽然有一聲鎮耳玉龍的大敲,在他身後爆發 不但張小凡,就連修行軟勝於他的臨經與艇的尾聲大敲 當場也是全身一陣,就像是轟轟聲響 而就在他們前邊的一部分清雲弟子 看來也是同樣的情況,眾人非常驚訝 在這個清雲姓地,怎麼會有這樣的怪聲呢? 另轉來一看,嘩,一看之下,眾人更加驚訝 只見他逼水潭邊,本來一直都睡得很軟的那隻巨獸水麒麟 突然間騷醒,他惡狠狠地轉頭 兩隻好像面盤那麼大的巨銀,雄光不現 嘩,只見他張開了血盆大口 露出了兩隻漸漸長長風蕊之極的尿牙 敗出的完全是一副攻擊的姿態 而他的目標,就是在台街上的清雲門一眾弟子 各位,我們在前文之中都說過 這隻水麒麟,那是雄荒二種上古靈獸 他都不知道經歷了多少千年 所以這隻靈獸本身,也都有一定神通 只見他一發威,就風雲變色 本來衛南的天空,十時間暗了下來 瞧,他向台街走出一步 本來平靜的山峰,馬上變成了狂風,尖銳枯燒 捲過整個通天峰頂 而離水麒麟最近的碧水潭 在水面上更加突然間大起變化 本來波平如驚,現在忽然整個潭都震動 跟著劇烈旋轉 整個潭水都急速旋轉了上來 在中心那裏,旋出一個深深的漩渦來 而在漩渦深處更加有 好像戰鼓一樣的水聲 暫眼之近,眾人只聽得一聲巨響 一道水柱,在漩渦深處衝天而起 嘩,這道水柱 足足有三四個人,攬得攬不起來這麼粗 而且,一直凌聚,並沒有散開 只見這道巨型的水柱在半空中打了個轉 嘩,飄到水麒麟前邊 然後一路都急旋轉動 站在台街附近的青雲弟子 就連好像齊浩這些修為這麼精心的人 也都被這個辯故嚇到一外 這隻水麒麟 能夠成為千年之前清業祖師 除魔伏妖的有力幫手 而且千年中受到青雲門的極力尊崇 他的實力是滅刻已經完全顯露了 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 水麒麟是水系的靈獸極品 你只是看他憑空能夠召喚出這麼粗的一條水柱 而且在自己面前不斷旋轉,形結不散 而且根本又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外力法寶 只是這份本領 就已經勝過很多尋常的修真之事 就算是高手如雲的青雲門之中 也都沒有多少人可以避得上 就在這一刻 這件天地齊暗,風起雲湧 青雲門那幫弟子 眼見這頭零磚水麒麟 發出千幾年從來都沒有個雷亭之怒 但他都目瞪口外,根本都不懂得反應 說遲遲那時快 只見那頭水麒麟 好像感覺有什麼深仇大恨 或者非常憎恨的者 要跟他決一死戰 只見他微微一往頭 一直盤算在他身前那條粗大的水柱 忽然忽然發出一聲巨響 那條龐大的水柱 帶著無盡的聲勢鋪天蓋地 向著台街上的青雲弟子 折打而去 在這個關鍵時刻 忽然忽然半空中傳來一聲大喊 零磚石頭 一道默磊斯的身影 在半空中忽然出現 突然間就出現在水麒麟 和青雲弟子中間的半空之中 這個正是青雲門掌門 道元真人 只見他緊皺眉頭 顯然都不明白 為什麼水麒麟忽然會發出這麼大的聲威 但現在情況緊急 在他身後 就幾十個青雲門中最優秀的年輕弟子 而在前面呼嘯而來的水柱之中 波光陣陣 隱隱若若 還出現各種真靈巨獸的身影 顯然 是往日水麒麟殺死的凶猛野獸 死後的魂魄 居然被水麒麟放進身體裡 不可以往生投胎 現在那些空壽的魂魄 被水麒麟囚窮在水柱之中 就更憎威勢 以道元真人一身通天徹地的本事 看見都不禁心驚 但是水柱迫在眼前 道元已經避無可避了 他只是深深地吸一口氣 口裡唸了一句 夢良田村 雙手一抬 左右手形成劍子發血 似萬實急 在身前畫了個太極圖 眨眼之間 這個太極圖案就凌空發光 跟著 圖案之間 發出白光陣陣 碎起騰騰 道元一翻身 身上那件麥綠色的道袍 無風鼓起 十一聲在身上飄了下來 空中的太極圖 馬上好像被什麼驅逝 那樣衝到道袍之前 印在道袍上面 這件麥綠道袍 也都是仙家寶物 受了那個太極圖 十時間呼一聲 迎風而掌 大了十倍又多 只聽到砰一下 水麒麟駕馭的那道水柱 撞上了這件麥綠道袍 只聽到水星之中 嘩嘩嘩嘩嘩 英文弟子 忽然覺得一股巨風湧過來 個個都幾乎站不住 除了幾個修行深厚的人 還可以勉強支撐之外 大多數人在左右跌低 眾人看到都不敢大驚失色 如果沒有道元真人出手 當了水麒麟駕駛一擊 真是不知會發生什麽後果 張小凡也大驚失色 他站不定腳 在旁邊跌過去 他下意識地雙手一撐 本來一隻手伸在三袋裏面 緊緊地握住燒火棍 現在隻手一離開了一條滾 當同那種冰冷的感覺 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只見在半空中 道元真人依然嚴振以待 又在他身後 咳咳咳咳幾聲 又出現十幾度的人影 凌空在他背後 為首的就是蒼蟲真人 其餘的就是陸墨的手座 和角墨的長老 大家神色嚴肅地看著水麒麟 怎知本來怒氣勃發的水麒麟 忽然間雙眼平和下來 忽然露出了很古怪的神色 連那條水柱都一聲 就跌回入水潭之中 只見那個巨頭 雙眼就蹬著台街上的年輕弟子 掃來掃去 又用那個鼻在空氣之中 咳咳咳咳 咳咳 東聞一下就西聞一下 似乎有沒有聞出什麼氣味 這個古怪的動作重複了很多次之後 水麒麟終於好像完全放棄 搖搖頭翻個身 一搖三擺地走到另一塊空地上 睡了下去 接著 糟便 嘟 一旦也會像闇雷般 避寒聲響又嚨起 這個變故 令你青雲門眾人 目燈口海 有人都不知道為何 蒼蟲道人是最快回過神了 他马上来到杜元真人身边 小小声说 掌护士兴 不要让你弟子在那多了停留 杜元醒了 看着苍蟲一眼 点了点头 就说 你带帮弟子上去先 我看凌尊人这一回事 跟着 身形一转 向着水旗轮的直飞而去 而苍蟲大声说 刚才凌尊和大家开了个玩笑 大家不用紧张 现在凡来参加 会武大师的弟子 请大家走去玉清殿 当众人来到玉清殿 站好的时候 杜元真人 也在外边闪入来 青云门的各个长老 大家一起望着他 仓从道人走向前说 张元师兄 凌尊 道元马上一摆手 向他洗了个颜色 仓从道人马上会议 停口就不说了 跟着 道元真人就若无其事地凌尊身 对着那几十个青云门的年轻弟子说 大家来齐了吗 好 好 仓从师弟 开始了 仓从道人马上走向前 大声说 各位 你们都是青云门年轻一代的表表者 我们青云一墨 建牌至今 已经有两千几年 成为道家正统 正道领袖 我们列代祖师 派了境界厚人 替他年轻弟子 传落了策墨 回眸这件城市 现在已经整整二十界了 众弟子听到都发出一阵惊叹 二十界 以六十年一次为计算 就是说有成一千二百几年 仓从根就说 今天 我们青云门 在道元掌门师兄的大令之下 兴旺繁盛 完成以往 年轻一代之中 出类八岁的人八计其数 所以掌门师兄 和郭墨守座商议之后 将本届参加的人数 增加到六十四的人 以免创海为主 正是因为人数多 所以抽签 也有些变化 大家看看 旁边摆着个红木箱 上面一共有六十三厘的立院 其中包着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一至六十三号 抽签完成之后 就以数字为准进行比试 一对六十四 二对六十三 三对六十二 如此类推 接着 第二轮 就由每队中胜出的人 最依法对前阵对阵 如此类推 一路到最后决战 各位明白的嘛 清云门众帝子 沉默一阵 忽然间有人问 请问苍松师叔 明明我们有成六十四人 为什么 只有六十三个立院呢 你一次比试的规矩 本来清云七墨之中 各出九人 掌门门下 多出一个人 但是 有一脉的同伴 总共只是派出八位弟子 所以少了一个 人数就六十三人了 杀时间 所有人都立刻望下 大竹风首座田不二 田不二面上 略个一丝的怒用 但他马上 就眉上眼 又不出声 或者一阵 苍松道人就说 不过这都不是什么难事 又在六十三个立院之中 照哪个弟子抽中一号 这样就幸运之辞 因为没有六十四号 所以 他第一轮 就不战而胜 直接入到第二轮 你翻诗一说出来 清云弟子是一阵哗然 不过清云们是名门大派 家教好严 所以 虽然大家觉得 这样的事情有点滑稽 但也都没人反对 于是 各人就马上支持抽签 大殿之上 众弟子拿到立院之后 人人都拆开看看 连彩上面的 郭墨长老首座 他心也都很紧张 盯着本墨的弟子 希望自己的弟子 抽到一号签 如果抽到一号签 那当然是最好 就好像应和着大家的心思 那些年轻弟子 一个个报数 我是二十六 我是三十三 喂喂喂 你多少好啊 我是四十七 只不过各个弟子 说了半天 都没人说自己抽到一号签 仓从道人走走眉头 咳了两声问 是谁抽到一号签啊 他声音洪亮 一时间压住所有声 大殿之上一片直正 过了很久 人群之中 先说一把很小的声 带着些惊讶和小心 似乎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意气 说回品仓从师叔 一号签 在我这一书啊 众人一看 大个都不敢恶言 原来张小凡他站在人群之中 手中就拿着一只字条 正是呆弱木鸡地站在原地 有点怕怕的地 望下苍蟲 又望下田不易 连大竹风 整班师兄弟 都怎么都猜不到 这个小师弟 他有这么好的运气啊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